春暖花开,许多鸟类开始竹巢 台电桃园区营业处接获通报 有喜鹊在电杆竹巢 为了防止短路跳电 台电工程人员动用了高空作业抢修车 移除鸟巢,维持供电稳定 台电抢修人员出动高空工作车 到观音区这处有喜鹊竹巢的电杆 准备移除鸟巢 为了维持作业过程的安全 除了先完成断电之外 还在输电线路上覆盖绝缘毛毯 大桃园地区111年 发生鸟兽碰触线路 造成了无预警停电有55次 其中有21次是鸟巢的影响 其却喜欢在电塔和电线杆上竹巢 巢体大多使用树枝 工程人员移除鸟巢后发现 里面有容易造成短路的铁丝 鸟在竹巢的时候 它什么都嫌 除了树枝之外 这边有一个铁线这一块的东西 因为铁线的话它是导体 变成说去碰到它就造成它 我们去做有一些 用电的稳定度就没办法去承受 工程人员移除鸟巢后 在电杆上加装橘色的驱鸟器 避免喜鹊的鸟类再回来竹巢 为了稳定供电 民众如果发现小动物在电塔 或者是电杆竹巢 欢迎打1911电话通报 如果碰到在我们家的附近 如果上面有看到鸟巢的这部分的话 麻烦打我们台电叫1911 跟我们通告 请我们的人 我们会立即派人去处理 不过确信一点就是说 不要自己去处理 因为这个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台电统计 今年大桃源地区已经有五次鸟巢碰触 造成的无预警停电 通常在四五月 喜鹊竹巢的季节 通报案件会增加 台电公司请民众协助通报 维持供电的稳定 工程人员如果发现鸟巢中有雏鸟 会送到野鸟学会 或者是动保处收容安置